下面我们下一个有请杨俊老师清辉项目管理的全国专专职讲师 然后给我们进行接下来的接下来的一个演讲 那我现在就是把 Share Screen交到杨老师手里 杨老师好 我听不见听不见您 能够看到您的屏幕了 好的 看得见是吧 好的 好那我可以开始的是吗 是的非常感谢 好的 那个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下一个环节 项目管理的知识的分享和探讨 首先感谢UKCSAE组织和邀请 很荣幸为大家分享项目管理 相关的一些核心思维和关键事件 我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杨 但是我的好像我的全国的乃至海外的学员都喜欢和我俊老师 都可以 那个我是目前是美国项目管理协会 在中国地区的项目管理标准的中文的译者 我在国内呢也主要是从事与培养项目管理专业员士 PMP和敏捷项目管理相关的一些资质 项目经理资质认证的一些辅导工作 另外我也在做我们国家自己的一些项目管理的标准 主要负责的是工作风解结构和项目级项目组合相关的一些治理标准 那最早呢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直接当老师了 我是在沐特拉做了十年左右的项目管理和项目级管理 后来在美国一直是在做一些带一些global的program manager 好的那简单的认识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 我想主要是跟大家聊一聊项目管理其中的一些 在企业当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并且从一些项目管理的优秀实践当中体验一些 比较落地的一些实践 跟大家分享和交流 也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面的这个互动讨论区里面 我们可以一起交流 那因为我平常呢 主要是在企业里面做项目管理的实战和 这个实战的一些辅导工作 我看到了在这个各种各样的企业 包括汽车啊 包括电子啊 包括食品饮料啊 各行各业的项目管理的 实际的项目管理的辅导过程当中呢 大家跟我谈的最主要的几个问题呢 我听到的最多的呢 是有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我的做项目前送后进 进度延误 那么这件事情呢 其实还是很普遍的 因为好多项目呢 想要按期完工 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 但如果说我们要看这个项目的节奏的话呢 你会发现前面相对来说 好像要没有那么紧张 做做计划啊 做做流程啊 但是越到后面呢 项目的节奏就越紧张 越到后面 可能教父的前几天 工作量特别大 前一天晚上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工作量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那么第二个我听到了比较多的问题呢 就是需求问题 需求呢 其实就是前期需求不明 后期变化会比较大 有时候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你如果去问客户的这个需求 你想要什么 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啊 有时候客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作为项目经理呢 你会发现客户其实自己一开始 也只能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 大体的想法 但后面呢 变化就会很快 今天说做A 明天说做B 可能一直在变 一直到验收的时候 可能还会有新的想法 所以这个需求问题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那么再一个问题呢 大家讲的也比较多的 就是叫做本部门好沟通 跨部门沟通困难 那么这个话是怎么理解 就是如果说呢 做一个项目 这项目就是本部门的几个人 一起去做的话 其实还好 因为大家都很熟 那熟起来呢 其实分分工啊 相互协作了 问题不是很大 但如果说你要做项目呢 你会发现 很多项目基本上都是要跨部门协作的 但如果说依据到跨部门的问题呢 这个事情呢 就不是特别好做 为什么 因为道理很简单 就是你的团队成员 如果来自于其他的部门 那你会发现呢 他们是有两个领导的 那一个领导是你的项目经理 那另外一个领导是谁 那就是是每个人应该有一个直属经理 那如果说项目经理让他做A 但直属经理呢 让他做B 那其实有时候他就会比较纠结 那听谁的呢 往往可能首先要听直属经理的安排 那么为什么 因为很直属经理给他定绩效嘛 这个发工资 涨工资啊 这些都是直属经理所 这个直接负责的内容 所以这个事情呢 也是对项目经理来说也是个困扰 因为项目经理 尤其是当你没有什么权利的时候 那你只能说给人家派活 那天天去去去去请人家帮忙 那这个事情就不是那么好做 那更多的这个同学们跟我讲 这个风险问题 叫做很少识别风险 一直在解决问题 那么大家其实应该比较清楚啊 风险和问题啊 风险是没有发生的问题 问题是已经发生的风险 但是我们看到的好多在企业里面 实际做项目 就经常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 一大早一来 谁来找你 客户找你 其他人找你出一个问题 你解决问题 每天解决问题 可能解决几个问题 一上午就过去了 那等到下午再来 想自己干一点事情 自己的事情 可能到下午 甚至到下班的时候 可能才有空 想一想 今天我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是一个 实际上 怎么去打破它 但是我听到大家说是没时间 因为没时间是别的问题 主要是花时间来解决问题 那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永远没有时间去研究风险 但是我们永远有时间解决问题 这确实是一个矛盾 那么最多最多的呢 我在叫项目管理的时候 发现大部分项目经理 原来都是干什么的 原来都是做技术的 就技术做得不错 或者业务骨干做得不错 然后领导的时候你去带个项目 但是这个事情呢 就比较有意思 因为技术做得好 但是项目管理真的不一定做得好 那为什么 因为你要做项目经理 管好项目 除了懂技术以外 还要懂什么 你可能还得要懂 怎么激励团队 要懂怎么沟通 要懂怎么真正的设计需求 要懂怎么样去系统的管好风险 所以项目管理这个事情 其实是一个 是一种学科 现在真的是发展成一个学科 有时候去看到 像国内的负担 都已经有项目管理的研究生专业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完整的学科 那么大部分 我看大部分的同学 在做项目经理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做系统的培训 那么主要是靠自己 可能摸爬滚打 自己蹚出一条路来 那其实我们这个 经常我们的课程呢 就是围绕这个五大困难来讲的 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了 我可能只是分享一些 项目管理的一些 基本的核心框架 那在分享之前呢 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呢 是英文版的 我想大家听英语 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如果说还是熟悉中文的话 那我下面也加了中文字幕 先请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放这个视频 大家看能不能听得见 可以反馈 如果说听不见的话 可以反馈一下 Introduction to project management by Nolescape What is a project? A project is a temporary endeavor which has a definite beginning and end that is carefully planned by dividing into several phases to give out a unique output How are projects different from operations? Projects are temporary They create unique products and are closed after attaining the objectives Whereas operations are ongoing processes they are repetitive and the objective is to sustain business Meet Jen Jen is an automobile designer who comes up with a brand new design of a car Her team collaboratively comes up with a plan and creates a prototype of the car Creation of the prototype of car was a short-term temporary process The prototype developed was unique and the project added after the prototype was developed Let us consider that Jen now has an idea of mass-producing these cars Then she sets up a factory with an assembly line and she succeeds in manufacturing cars every day As production of cars is an ongoing process The assembly line repetitively produces car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process is to sustain business of selling cars What are the phases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s are divided into phases such as Initiating Planning Executing Monitoring and control process Closing Collection of these phases are called as a project life cycle The phases sound simple enough So, why manage a project? Here are the statistics Only one out of four projects that enter development make it to the market 31% of the IT projects are cancelled before completion Large organizations net only 42% of the original features and functions in the end product Why do projects fail? Failure in projects can be due to various reasons Let's see some of them Failure in time management John has the dream of constructing a beautiful home for himself He starts it at a young age but does not plan it correctly Even after him reaching his old age Due to improper time management His dream house could not be completed Failure in cost management Jamie wants to buy a beautiful dress for an upcoming party She plans to go to a nearby mall to make the purchase Since she does not properly plan the costs involved during shopping She ends up buying a lot of stuff with all the money left with her Failure in scope management Jack wants to buy a shiny new convertible car So that his wife and him can go on long drives But in less than a year, they have a child And now the convertible car does not seem to be the correct choice for the family Failure in quality management John spends a lot of money in buying a big home Since he did not check the quality of the home before he bought it It collapses completely in a few months after his purchase Who will rescue us from all these problems? Who is the one who manages everything in a project? The one person to save us from all of these problems Is the project manager What are the skills of the project manager? Let's see what are the powers Our superhero, the project manager have Leadership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counting Purchasing Problem solving Let's review some important points in project management Let's take the earlier example of the creation of new design of a car It is a temporary process He had started with the idea of the car And ended after the mock-up was made This project gave a unique prototype of the car During the development The project was divided into many phases Like ideation, planning, etc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Well, the video we have done We have a couple of minutes Although the time is not long It is only 5 minutes But the time is still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energy But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energy We have talked about the project manager The woman in the beginning She had a first problem She used to have a plan And then She used to build the plan The first problem She used to build the plan She said that's what? She used to be the plan She used to build the plan If she used to build the plan The first problem These are the two targets 叫做运营 那首先讲的是两个概念 那后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应该他讲了一些项目失败的原因 对吧 他说有几个没管好 哪几个没管好 范围没管好 时间没管好 成本没管好 进度没管好 讲了几个没管好 导致了这些项目失败 那他后面还讲了什么呢 他可能还讲了项目经理需要哪些来历 那大家还记得哪些能力 有一些问题解决能力啊 领导力啊 IT能力啊 会计能力啊 采购能力啊 等等 所以其实这个呢 其实讲把项目是什么 项目经营的能力是什么 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浓缩的一个精华 那我们就从这个视频开始讲了 首先美国项目管理协会呢 是把我们手上的工作分成两类 他建议成为两类 一类叫重复性脑洞 一类叫非重复性脑洞 重复性脑洞就是 昨天做什么 今天做什么 明天还做什么 持续的重复的 所以这是通过什么的方式 叫做运营的方式 那非重复性脑洞 也许要做的这一件事 它一定有一个截止日期 它不像运营 它每天都做 这是有个截止日期的 这个截止日期叫做临时性 然后做的这件事情呢 又有点不一样 那你这个项目和以前做的项目 其实是会有一点区别 那这个区别呢 叫做独特性 那非重复性脑洞 实际上通过了 就叫做项目的方式 那项目和运营 实际上在企业里面 是这样的关系 运营代表一个公司 当前的运转水平 而每做一个项目呢 这就提高了公司的运转水平 那大家可以猜一猜 大家觉得是运营挣钱 还是项目挣钱 按理说应该是运营挣钱 对不对 那项目是什么的 项目是花钱的 为什么要花钱做项目 有人说叫做赚更多的钱 实际上是叫做提升赚钱的能力 对吧 也就是说每做一个项目 实际上就是帮我们公司 上一个台阶 就这样的意思 公司企业当前是这种状态 包括个人可能都是当前状态 然后通过个项目以后 到了一个将来的状态 就是上了一个台阶 所以这是项目管理的意义所在 就是帮助提升组织和个人的能力的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手头上的事情 有些叫项目 有些叫运营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哪些是项目 哪些是运营 比如说开发一套新系统 这个应该是算一个项目吧 那系统上线以后的运行工作 那是不是应该偏向运营啊 开展校园招聘 校园招聘算不算一个项目 应该也算一个项目 它有临时性独特性 新员工实施常规的培训 那就偏向运营了 因为他说是常规的培训 每年可能都做这些培训 那就偏向运营 组织一次大型会议 这个也可以算一个项目吧 扩建个厂房 其实也是项目 在新厂房内开展生产工作 那就偏向运营了 写篇报告 写报告也可以作为一个项目 安排每个月的项目报告会议 每个月的会议 那就偏向运营了 所以这个就是项目和运营的 一些基本的区别 但实际上它们还有深层次的区别 我在电脑的白板上画给大家看 比如说 老师画两条线 一条是纵轴 一条横轴 纵轴叫做价值 横轴呢 可以理解为时间 那一开始呢 开始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这个价值我们就简单的理解为叫做挣钱好了 就其实就是收益 那一开始是零 一开始做一个项目呢 既不挣钱也不花钱 那么他开始做项目的时候 他应该是往下走还是往上走 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是往下走 然后才会起来嘛 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点 这是一号点 这是二号点 那一号点发生了什么呢 一号点好像之前一直在花钱 很花钱 然后慢慢的好像有点 要回升的样子 所以一号点是不是说 好像开始挣钱了 其实叫做项目完工 交付运营 对不对 开始运营了 那么二号点是什么呢 二号点 就是把花的钱给挣了回来的样子 这叫盈亏 平衡点 但是到了二号点 实际上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继续往前走才对 继续往上走 也许呢 就继续挣钱嘛 但是挣钱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也许会到一个阶段 会变成这样子的 这叫三号点 甚至还会到一个阶段呢 后面是成了一条线 甚至还会往下 这叫四号点 那么三号点是什么意思呢 三号点 就是三号点之前挣钱挣的 还是挺快的 三号点之后呢 就慢了一点了 那么三号点叫什么 那意味着三号点呢 是说这个产品没那么火了 好像竞争对手的产品也起来了 因为这产品挣钱没那么快 所以在这里这个项目管理 我们把它叫做盈利的拐点 这个产品 可能是需要更新换代的 那四号点是什么呢 四号点 在四号点之前好歹还挣一点钱 但是四号点之后呢 就慢慢的就 不但不挣钱 也许还有可能赔钱 所以在四号点这个时候呢 这产品也许就不应该要了 对不对 那四号点我们通称为产品 生命周期的 终点 这就是这几个关键的点 那么大家想一想看看 如果说你在三号点 你应该干什么 如果处在三号点 是不是应该把刚才这个故事 再讲一遍 就是说你就可以 先花钱 然后再挣钱 然后再往上走吧 其实就是欣喜一个项目 然后再往前走 所以这个就是项目和运营的真正的联系 那项目管理讲的是什么 项目管理讲的是从零到一 就这一小块 那从一到四这叫什么 这其实是偏向运营的 对吧 所以从零到一叫项目 从一到后面的四到N都叫运营 所以大家看到 其实项目管理呢 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里面 是其实一小段 所以从零到一叫做项目生命周期 从零到四叫产品生命周期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这个项目生命周期 从零到一的项目生命周期 看起来很短 但是大家想想它重不重要 它极其重要 如果前面没搞定 有的项目可能到这就停了 亏花的钱根本没赚回来 甚至是我只赚了一点点钱 所以前面这个从零到一 这太重要了 也就是项目管理研究的是 怎么启动一个项目 怎么规划一个项目 怎么执行和监控一个项目 怎么良好的做项目收尾 交付给运营 讲的就是这一段 好 大家听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从零到一 就讲的这个 集中在项目这个层次上去讲 那如果想做好项目 我相信大家应该 都会参与到项目里面 有些同学应该也是很有经验的 项目负责一些项目 甚至是大项目 有些是指导项目经理来干活的 那如果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想把项目做好 应该抓住什么要什么关键点 所以我们会去看各种各样的项目管理书的话 你会发现项目要管好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点 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呢 最核心呢 我去到的企业里面 比如说各行各业吧 汽车的金融的IT的 那个消费品的 这个都有各行各业的项目 其实他们都有共性 而这个共性就是 恰恰是管好项目的核心点 什么共性呢 三个共性 第一叫做有一个目标 第二呢 他们都有临时性 就是有兼职日期 第三呢 是有一个计划 这三个共性听起来好像很显而易见 但是真正做起来没那么简单 就先说第一个 要有一个目标 为什么是这三个 我讲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想去罗马 有句话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 那去罗马这是什么 这叫项目目标 那你说去罗马这件事情算不算一个项目 那也算一个项目呀 那接下来考虑是什么呢 我先定下来去罗马 接下来考虑的是什么 如果说 我三天到 三天就要到 那我今天晚上也许我就要订订机票了 我今天看一下机票行情可能要下手订机票了 那明天我做准备工作 后天我就要出发了 这是三天到的情况 那如果说我说一个月到就行 如果一个月到的话 那我今天晚上我就不一定要订机票了 我这一周我监测一下机票行情 然后下一周我再看怎么出手 然后安排工作 再下一周我再出发 所以我在讲什么呢 我在讲做任何一个项目都是一个基本思路 就是首先你看目标是什么 然后看什么时候要去 接下来呢 做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蓝色的线条 那有一句话叫做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所以你的现实可能不见得是 围绕着蓝色线条波动的 现实可能是红色的这些线条 所以呢 其实就是在现实过程中 不断地做偏差控制 看一下是不是围绕着目标 围绕着计划在做的 那这样就是叫做项目 就是三个最主要的特性 第一个叫做有一个目标 第二个呢 叫做是临时性 就是我什么时候到 第三个话需要一个计划 然后在过程当中 不断地做偏差控制 那这就是这个三个基本点 那这三个基本点呢 老师讲起来很容易 实际上呢 里面内涵非常非常的丰富 每一个都不好做 比如说第一个叫有一个目标 怎么定目标 很多项目 其实目标都是不清楚的 你问客户要什么 客户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你问领导想要什么 有时候领导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他到底想要什么 那你怎么办 那首先我们来讲一点 就是目标不清楚 谁有责任把目标搞清楚 或者换句话说 我们经常讲需求不清 对吧 那需求不清 我们接下来就问客户说 你需求一定要讲清楚 那么大家首先想一想 把需求定清楚是谁的责任 是客户的责任还是项目经理的责任 把需求搞清楚 把目标搞清楚 是客户责任还是项目经理的责任 很多同学认为是客户 你有责任把需求讲清楚 实际上不是的 是项目经理的责任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大家要装修 你是客户 你是甲方 以方来一个装修公司的项目经理 跟你对接 那你这个乙方的项目经理过来跟你设计需求 他这样讲 他说 你想装成什么样呢 你说我想装成一个像地中海式风格的 那种蓝白相见的 你想要这样的风格 大家吸纳那种风格 然后那项目经理又问你了 你这个需求不清 你要跟我讲这里是打柜子 还是那里打厨 你想了想说 那要不要这里打柜子 项目经理又说了 那你这需求不清 那你这打柜子的话 你要告诉我是到顶的 还是不到顶的 因为你告诉我到不到顶 我才好安排工人生产 你想了想 你只好说 那干脆到顶的吧 然后项目经理又问你了 那你这需求不清 你到顶的这柜子 你是打几门的 你打三门 还是打四门的 你这个也要定清楚吧 你说那干脆打三门的吧 那项目经理又问你了 三门还是需求不清啊 那你三门 你刷南七白七 哪一扇门 刷南七哪一扇门 刷白七呢 你就到这样的项目经理 你怎么想 你说这是什么项目经理啊 你什么都问我 我要你干什么的 那换句话说 你希望项目经理怎么干活 你肯定是希望他 到你家里面来 然后观察一下 你家里面是200平米的房子 有几室几厅 哪上墙能打 哪上墙不能打 然后你就觉得呢 这个项目经理就跟你说 我觉得你这样子 你这个层高大概有三米六 所以呢 你这里你可以打一个 到底的柜子 然后上面用一个开放式的输出 下面呢 可以打一些分闭式的 那下面这些 这一排呢 你就刷南七 这一排刷白七 那这样吧 我回去呢 给你做几个方案 然后你来选一选 你是不是希望项目经理 这样干活 所以首先做项目经理 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 就是客户往往是不知道 他要什么的 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你是客户 你也不知道 所以项目经理怎么干 你肯定是需要 真正的了解客户的痛点 了解客户想要什么 然后出一些方案给他选 对吧 所以这叫做 这是对于目标设定 对于需求设定的 一个关键理念 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我该怎么做呢 我怎么样才可以 把目标给搞清楚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 刚才我们在视频里面 看到的 有一些视频里面讲的 说项目失败 有什么原因 有哪几个原因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有几个没管好 有范围没管好 有时间没管好 有成本没管好 有质量没管好 对吧 那这几个没管好呢 叫做项目目标 我们就按照这个 这个思路 去把目标 慢慢的澄清 澄清清楚 那怎么澄清呢 我还是在白板画给大家看 我在这呢 我画一个三角形 这三角形的底下写上范围 左边写上时间 右边是成本 中间是质量 那我相信应该学过项目管理的同学 应该知道这个三角形 还是很经典的一个图形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三角形的底下是什么 叫做范围 为什么范围是什么 范围就是要做什么嘛 为什么把范围写在底下 范围是基础 就是你做一个项目 首先研究的是做什么 还是首先研究什么时候要搞定 还是研究要花多少钱 应该首先研究知道做什么嘛 你知道做什么呢 一大大的范围 差成小的每一个范围 每一小块需要多少时间 你才知道总的时间 你知道做什么 也需要知道总的时间 什么时候做完 你才知道头几个人进去 那叫成本 所以基本思路就是范围时间成本 那老师画的是三角形 其实我们在小时候也学过 三角形有一个特点 叫做稳定性 那三角形稳定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如说 我三角形有一条边变化的话 其他的边要不要变 那时候应该是要变的 要不然怎么是三角形 比如说假如范围变 在我们项目当中 经常是需求容易蔓延 范围容易变 假如范围变的 还想画三角形怎么画呢 那如果这样画 我可以这样子也可以画出去 三角形吧 因为范围延长了嘛 那说明了什么 说明你可能需要多头点人了 才能按时搞定了 就成本是要增加的 但如果说呢 客户不让你加成本 或者领导不让你加成本 那怎么办 还有办法 那有办法呀 那范围画到这 然后时间可以增加呀 那种时间增加两周 也是可以把这个多干的事 给按期交付的 但是呢 有时候呢 你也想多了 也不让你增加这么多 时间也不让你增加这么多 问题怎么办 那我估计有人 应该开始打质量的主意了 那先不着急 也许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两边各出一点头 这也是一个办法 就是当时我说加两个人 我不加两个 加半个人 加两周不加两周加三天 那这样也是 也可以做嘛 也是一种方法 但如果说呢 你又想多了 那一天都 半天都没有 半个人都没有 就是要范围要多做 问这时候你怎么办 你这时候那没办法了 那只好硬来了 那时间和成本都不变嘛 那只好硬化这个三角形 有人说 那就加班嘛 好像在国内 这个加班还是很常见的 所以你只好硬化这个三角形 你怎么画呢 你就这样这样画画画 可是你画到这以后 你就画不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成本没有给你增加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看出来 这个三角形出什么问题 这三角形明显就是一个 开口的三角形 当你开口的话 这就会出什么情况 就会东西跑掉 什么东西会跑掉 质量也许就会从这个口里面跑掉 所以就是说 我们平常在做项目的时候 范围不断蔓延 今天说明年若比 后年若C 时间成本都不变 于是你就加班 加点加通效 最后那个事终于搞定了 确实按时搞定 但是那个东西质量有没有问题 质量有没有可能有问题 质量是很可能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三角形就是开口了呀 这是一个 是一个本质的一个规律 谁也改变不了 所以为什么质量容易出问题呢 因为质量一个根本的特点 叫做短期 看不见 质量的问题 通常来讲 用了一段时间 刻我来慢慢给你报 一开始好像还行的样子 不像实践成本 就都能看得见 质量是看不见 老师讲到这呢 大家就在想 如果说我自己的项目 真的是一个开口的三角形 我怎么办 那这个项目还做不做 我估计大家还是得做 那你不做 你想干嘛 那这些项目 该做还得做呗 但是那我学项目管理的意义是什么呢 那其实我们就知道 就要有一个思维 什么思维 就是有些事情啊 有些问题 短期看不见 未来有问题 这叫什么 现在没出现 以后可能会出现 这叫什么呢 在项目管理里面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这叫风险 对吧 所以呢 也就是说 你真正有项目管理思维的同学 是了解我这个三角形 然后呢 他首先要识别 会识别风险 我现在做可以这样做 但是呢 可能会有什么隐患 可能会有什么风险 那识别风险 要是用专业的方法去识别 那有的项目经理这样说 他说我这项目质量可能有问题 这是风险 比如说这个时间可能来不及 比如说成本可能超值 那这些算不算风险 这些其实不是风险 这些我们说的叫废话 这不叫风险 因为太笼统了 真正识别风险怎么识别 要会专业的去识别 怎么专业识别 就是也许你可以这么说 由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可能会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事情可能对用户到时候 怎么用的时候产生多大的影响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那我再说一遍 由于可能一个什么原因 可能会造成一个什么事情 那发生这个事情 对用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觉得整体上呢 发生的可能性可能有多大 所以这叫做专业的识别风险 而不是说笼统的说质量有问题 干系人不配合 这个都是废话 那真正识别完风险以后还不够 还要去理解 说那我做项目识别到风险 假如我识别风险 我项目能识别出 十个八个风险都有可能 那我在做项目 是不是要解决项目的所有风险 不是的 你要解决所有的风险 你的成本代价是非常高的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要回去判断 在项目管理 有一句话叫做 以可控的方式去冒险 什么叫以可控的方式去冒险 就是你要判断 哪些风险比较严重 哪些风险还可以 也就是说会识别这些风险的优先级 我需要重点关注什么风险 那光识别完风险的优先级 可能还不够 要做第三步 第三步是什么 第三步就是 你比如说你 如果说你和上级去汇报 说我项目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这个风险怎么怎么样 那上级说什么 上级通常会说怎么办嘛 问你怎么办嘛 那你作为项目经理 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呀 我不知道 所以你就向你请教 你真正优秀的项目经理 他知道 就是客户或者是领导 喜欢做什么题 不喜欢做什么题 那喜欢做什么题 先说不喜欢做什么题吧 那通常不喜欢做的是 领导不喜欢做什么题 那就是他们不喜欢做的是 问答题 或者填空题 那他们喜欢做什么题 可能喜欢做的是选择题 甚至是判断题 所以你作为项目经理 你可能对于这些高严重度的风险 你在想 我可能有ABC3这种做法 A的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 B的优点缺点 C的优点缺点 然后你觉得当前呢 其实B方案是最假方案 只是你就跟领导去谈 这样子去谈 跟客户这样谈 这种谈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要这样说 一方面真的是锻炼自己的项目管理思维 就是领导师 你其实心里要知道 我这是未来有什么隐患 我觉得可以怎么做 锻炼自己的思维 另外一方面呢 更重要的是 客户是一定要引导的 领导也是一定要引导的 大家可以细细地想一想 这句话有没有道理 客户是一定要引导的 如果你天天问客户要什么 你会发现 往往就很容易被客户带到沟里去 那客户 有时候客户他 他今天想到这 明天想到呢 那你 你完全失去了主动权 所以你失去客户 一定是要引导的 那怎么引导呢 不是说我故意给挖一个坑让客户跳 那不对了 那应该是说 你基于自己的真正的专业性 去判断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怎么做 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主动地沟通 主动地引导 这才是真正的项目经理 所以我现在讲到这样呢 其实我讲的就是项目目标 叫三角形 那么范围时间成本质量 我请大家思考一下 大家觉得哪一个排名第一 就是哪个是最重要的 是范围最重要 还是时间最重要 还是成本控制最重要 还是质量最重要 哪个最重要 也许都有不同的理解 有的同学我在上课的 是经常在线下上课的时候 有人选范围 又选质量 又选成本 反正都有 选范围的和质量的还蛮多的 那到底哪个最重要 实际上老师请大家看一个 看一看一个小的张贴画 这个张贴画 如果上了年纪的同学 应该是知道的 这就是叫做 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 一个张贴画 大家说这个项目的项目目标 是什么 这个项目目标 大家说是建设社会主义 实际上还不完整 更关键的是 叫做多块好水 多块好审是什么 多是什么 多是范围要多 快是什么 时间要快 审是什么 成本要审 好是什么 质量要好 所以设计这张贴画的 绝对是项目管理的大师 他把项目目标 写在三角形写在上面 那到底哪一个 是最重要的因素呢 那其实我们从这个项目 里面就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大年钢铁 你产量多不多 产量很多 快不快 也很快 那几年就要走过 这个西方国家 多少年的这个路 还是要很快的 省不省呢 其实也省钱 当你念钢铁 你去砍柴都可以念了 但是好不好呢 不好 所以这个项目成功还是失败 其实失败了 所以做项目 最重要的永远都是质量 如果你的质量不行 做的再多 那都是垃圾的 没用了 做的再快 你不能用了 做的再省钱 项目是为了省钱吗 不是为了省钱 是为了挣钱的 所以排名第一的永远是质量 那么这个质量 但是老师要 我要讲得清楚一点 质量不是好 质量不是说越高越好 而是质量关键是什么 是符合要求 在质量符合要求的前提下 然后再研究多快好的其他因素 这才是真正的项目管理思维 这个很难 因为平常 经常我们会妥协 会觉得到那快一点就交吧 那因为时间比较紧 我们就时间就是第一位的 我看过最太多的项目 就是时间是第一位的 但是东西做的有隐患又不行 长期看来 这个风险很高 这个路也很难走 所以项目管理最核心的其实是 首先质量要符合要求 这就是项目目标 那我讲项目的三个共性 因为时间有限 其实这里面的话题还很多 可能我们还要在实际的项目里面 还要去研究 还要去写 基本上思路是范围时间成本质量 心中有一个三角形 然后研究这个三角形是不是平衡的 有没有缺口 如果有缺口 那风险是什么 严重度怎么样 可以怎么办 这就是项目管理思维 同时呢 心目当中有一点 就是质量要求一定要搞清楚 第二个呢 叫做有临时性 那什么叫有临时性呢 这它显然就是项目 它有一个截止日期嘛 就是临时性 比如说有些项目 比如说像 如果要扩建一个厂房呢 有没有临时性呢 肯定有临时性 那新建一条生产线 也有临时性 造长城有没有临时性 造长城也算一个项目 它算一个大项目 年面上千年 人民英雄基点杯也有临时性 那为什么要研究临时性 因为我们项目的好多困难 都是临时性造成 那我们也可以从临时性当中 找到解决方法 比如说临时性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叫人员不稳定 就是项目当中的人员 其实如果做过项目的指导 那项目人员进进出出 是很快 是变动是很快的 所以项目的人员不稳定 但是呢 和项目对应的 项目经理对应的另外一个组织 叫职能部门 其实是稳定的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项目经理和职能经理之间 这个他们的责任和权利 有时候是不平等的 而项目经理的通常来说 有没有权利 权利是比较小的 但是项目经理责任怎么样 责任很大 而职能经理有时候是相反的 不是职能经理 去配合项目经理的工作 而是项目经理 天天要求爷爷告蓝蓝 去求职能经理去帮忙 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责权的这个上面 其实是严重的不对等的 那为什么 因为项目感觉就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 有项目就做项目 有项目就算了 这个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那临时性呢 其实告诉我们说 一定要抓紧时间 但是你怎么抓紧时间呢 那往往就是前松后紧嘛 你怎么才能破得这前松后紧 那有 以前有同学说 那很简单 我就前景后松 这确实是一个思路 怎么才能做到前景后松 重要的是要分里程碑 就是时间节点 尤其是聚焦在前面的时间节点上 在我下一个时间节点上 那叫Miles Don't 那最核心的就是临时性 最核心我们觉得项目管理 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要控制 就是变更问题 而变更最多的就是需求变更 那你需求一变更的话 你这个临时时间 很容易就很难满足最后的 Deadline 节日时间 那我怎么样才可以控制变更呢 其实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比如说我讲范围很容易变嘛 那么比如举个例子 你说范围是怎么来的 这个项目的范围是怎么来的 那同学是从需求来的 或者是自己揣摩的 或者是领导给的 其实都不完整 你要知道项目的范围是怎么来的 你就去想一想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范围是怎么来的 那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范围怎么来的 应该是打出来的 那不是谈出来的 其实是打出来的 是靠实力打出来的 那项目和项目之间 项目的范围怎么来的 那也不能说是打出来 其实是叫做谈出来的 对吧 那怎么谈呢 这里面就有一个关键的模型 是可以给大家画一下 就你会发现 有些没有经验的项目经理 别人说什么做什么 客户说什么做什么 然后就一直要达到客户的 非常高的满意度 实际上最后呢 你项目做的结果也不见得好 而有经验的项目经理 客户说什么 他马上自己首先要想一想 他想什么呢 其实是有些思维的 模型的 比如说客户说让我做ABC 做这三件事 客户让我做一些事 领导让我做一些事 通常技术思维首先研究的是 这是怎么做的 就到了耗 这个在项目管理里 是极端错误的 因为如果说别人让你做ABC 你就耗了 然后别人说那你做一个D嘛 然后你也耗 别人说做个E嘛 你又耗了 别人一直让你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到验收的时候 还让你做F 因为这个时候就整个就被他带着走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如果别人让我做一件事情 而做ABC 然后他首先想的就是 项目经营的思维 首先想的是为什么做这个事 解决什么问题 当你了解为什么的以后 你就要运用自己的专业的知识 专业的技能 加上主动沟通 你就了解到呢 实际上呢 你不要做ABC了 我觉得你做ABD更好 做ABD才真能解决你的问题 这就从了一个旧的Water 到了一个新的Water 那从旧Water到新Water 接下来干嘛呢 接下来你说那我就一研究 我就研究How 实际上这也是极端错误的 这忽略的项目的一个重要的风险 什么风险呢 就是项目失败 通常来讲项目失败最主要的原因 就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不是技术上说很难 有少部分高精健项目是技术很难 最常见的项目失败的原因 都是人的问题 就是沟通的问题 人们之间的信任度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你一定要知道 我了解了新的Water 我就要想依靠谁 叫户 那依靠谁呢 依靠分为两类人 一类叫外部的 一类叫内部的 外部是谁 外部那显然是客户 我首先要和客户打好交道 和客户建立联系 那重点在于 有时候我们找的那个客户 他是一个接口人 你跟他做做做 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项目都做差不多了 突然来了一个新人 来了一个领导 来了上级 然后把你的需求都给推翻掉了 绝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 觉得很被动 为什么前面 我跟你一直跟这个客户联系 但最后怎么又来了一个人 把他推翻掉了 那实际上 你说一开始的时候 你没有去真正的研究 识别干系人这件事 那这个事情 我在我去过的企业里面 在做项目管理实战的过程当中 我也经常听他们讲 企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一次我们也是有一家 我们也是国内的 江苏的一家 做的很大的企业 他们给韩国人做项目 那韩国的团队 他们定需求 他们设计 是制造业的 那设计完了呢 准备生产 那生产在哪生产呢 在中国的天津工厂生产 但在生产的时候呢 生产部的主管看到他们的设计的东西 说 你这个设计是不合理的 是没法生产的 然后 就大家就很吃惊 然后就找到韩国的团队 韩国的说 韩国团队这样讲的 他说 是的 他说在我们公司 生产部门 有一票说就去 可是那个时候 已经前期的需求设计 原型其实已经都出来了 那你就是要全部去反攻 那这个事情给我们什么启发 那你说你这个客户太不靠谱了 客户怎么是这样子做的 我都给你工作大半年了 怎么突然来一个人 只要你也不要说客户不靠谱 那是因为你真的没有学过项目管理 你不知道在项目管理 在启动阶段 就应该去识别客户 真正的干系人 这就是外部的 那内部的谁呢 内部的就是 叫做职能经理 我看其实也讲了 他的责任大权力小 责任小权力大的问题 职能经理 那职能经理在早期 你一定要是跟他建立联系 跟他 请他去把关 跟他一起去了解项目计划 让他建立彼此的信任 以及呢 和一些技术骨干 因为技术骨干是 非常非常稀缺的 因为他一个人会 在好多项目里面 了解呢 依靠谁以后 然后再和大家一起去做计划 研究How 这个事情的成功的可能性 才会提高 所以这个事情 整个的这个模型呢 就项目经理的一个关键思维 我把它叫做上山下山模型 就是我 别人给我件事情 不是马上就做 而是研究为什么做 痛点是什么 看我们真正的 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再看河水打交道 于是和大家一起去做计划 这是这才叫项目管理的思维 所以这是临时性带来的 我们怎么去管好变革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叫做需要一个计划 需要个计划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 没什么新鲜的 老生常谈 项目单位是需要一个计划 但是我去实际的项目工作 我观察项目经理的工作 我发现大家都知道 应该要通过计划去管 但是呢 实际上是通过 怎么去管的呢 是通过人去管 就是靠人盯着的 那你靠人盯 能不能把项目管好 靠人盯 其实你也能管好 也不是管不好 但是呢 你太累了 你在和不在不一样 你休个假 电话都不断 天天得靠你盯着 更大 更重要的问题是 靠人管 永远管不了大项目 因为你管个三五个人 可以管个十个八个 可以管个五十个人的项目 你怎么靠人盯着 最一定是靠计划去管着的 那怎么做计划呢 有一个模型 叫项目管理者 通过许多其他人 共同制定计划 指导人们的工作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关键字是什么 叫做共同制定 所以这反映了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 有些项目经理 一开始在做项目的时候 领导交办一个项目给他 他其实就是 他自己先想好了 分三步走 每一步做什么 每一步谁来做 每一步什么时间做 怎么做 他全想好了 然后做一个计划 结果第二天跟人家开会 会发生什么呢 会发生很多争执 大家觉得你这 你不行 那你不行 这不行 那不行 然后你就觉得 我怎么推动不了工作 就没权力 实际上不是的 这个做计划的方式 是有问题的 那你千万不要想着说 我做好以后 让人干活就行 这个很多时候 思路这个思路行不通 比如说你出去点菜 你邀请一帮朋友 去出去吃饭 那么大家都全部 坐在那吃饭 然后就服务员 拿菜单来点菜 然后就问你 你吃什么 然后大家都不点菜 说你来点 那大家说随便就好了 然后你就点了 你全部把它点完了 这是一种点菜方法 还能怎么点菜 一人点一道 那道理正来 你发现荤菜太多了 你画掉一道荤菜 蔬菜太少了 加点蔬菜 汤太多了 全是汤浪水水的 吃掉一点汤 这也点了 所以这叫什么方法 那这叫公同制定 实际上在一些 这个政治话题的讨论当中 其实也用到类似的方法 叫做民主集中制 实际上就是民主集中制 通过这种方式 因为你知道 项目团队成员 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参与感 不是管控着人家 你说好做什么 让别人做就行 天天盯着人 别人都是人 都是一个 要以人为本 所以大家需要的是参与感 千万不要跳过这些步骤 直接项目管理 就指导人们的工作 这是做计划的一个基本思路 那怎么做计划呢 我邀请大家共同参与 我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 比较实在的一个计划 比如说你有一年的项目 这一年分为第一季度 一直到第四季度 那请问大家 你是做一个详细的计划 还是做一个粗略的计划 那么很多同学说 那我可能只能做粗略的 因为时间太长了 但是做粗略的也许也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也许客户会让你再详细一点 也许领导会让你再详细一点 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去平衡 这个粗略得当的这个矛盾呢 实际上是这样做计划的 在早期的时候做详细的 然后慢慢试读 慢慢粗略 然后到第二季度的时候 再详细再试读 再粗略 那么这叫什么样的计划 这叫渐进灵溪 渐进灵溪怎么做呢 两种做法 一种叫迭代 一种叫增量 迭代就是慢慢的先画轮廓 再上色 再上色 增量就是出头 出左边 出右边 逐步的把它补齐 这就叫做计划 好 那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讲的 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把项目管好的一些最核心的元素 哪几个元素 第一个就是首先有一个目标 第二个叫做你了解它的临时性的这个问题 第三呢 就是你必须要通过计划去指导人们的工作 那有一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 什么叫有目标 目标就是说 你叫三角形叫目标 范围时间成本质量 那三角形当中哪个最重要 质量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符合要求 那三角形如果有缺口了怎么办 风险的意识就要出来 三步走 识别风险 分析严重性 研究解决方案 一定要引导着客户向前走 这叫目标 然后临时性 临时性我说项目经理 其实是一个临时的团队 其实项目经理的 通常来讲责任比较大 但是权力比较小 作为职能经理 一定要支持到项目经理的工作 因为他很难推动 从本质上 假设是执政式 这个项目性组织的话 执政性组织 那这个项目经理 其实工作还是蛮难的 真的是需要支持 那么临时性的就告诉我们 一定要控制好变更 怎么控制好变更 千万不能别人说什么做什么 要有一个上山下山模型 从water到 why到water到who到how 最后一个叫做 我们项目是需要一个计划的 那什么叫计划 应该是靠人管制 还是靠计划管制 一定要有计划 但有人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要不要计划 计划赶不上变化 更要做计划 否则都乱了 那么当我如果要做计划 我怎么去做呢 叫民主集中制 像点财一样 最终要做一个 渐进明细的计划 所以其实我们就讲到这呢 就回答了一个本质的问题 back to basic 到底项目是什么 项目是为了创造 独特的产品服务和成果 而进行的需要 渐进明细的临时性工作 大家看到 就有一个目标 什么叫目标 独特的什么什么什么 就叫目标 那么临时性 临时性在这 需要一个计划 计划性就在这 这样子 其实这一句话呢 你看起来好像 很简单 在书上也都有 但是里面的内涵 是极其丰富的 好的 好 那我想今天我的分享 就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个 谢谢大家的 那个聆听 那我们就到这 我把这个话 屏幕分享给 返回给主持人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有机会 有缘再见 谢谢杨俊老师 非常有意思 非常感谢您 给我们这个 这么有趣的培训 如果大家之后 有兴趣 问更多的问题 或者想了解 项目管理相关的信息 我们会在会后 发布 清晖项目管理的 相关联系方式 谢谢您